好,来,我们现在做自我学习 然后这一边呢,首先我的这一个 它是普通的加法 所以我的小数点记得要对齐5.396跟6.4 然后我要加起来的时候 小数点对齐0加6,6,9加0,9 然后3加4,7,5加6,11 所以它会变成11.796 这个就是我的答案啊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一种题目呢,你就心里想 假设我有6加什么会是等于8 我知道6加2会是等于8嘛 然后我的2是怎样用8跟6来组合呢 我用8-6咯 所以这样就是说我加班过去它会变成减 所以加班过去变成减 所以我的这个空格呢 它其实是8.397减掉6.197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做减法的时候 我的8.397减掉6.197的时候 7-7,0,9-9,0 然后3-1,2,8-6,2,2.200 你这一个拿到2.200的时候 你写成2.2就可以了 然后老师也是会给你对的 所以它答案是2.2 然后在这一边呢 我们要检查答案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拿这个6.197 然后再加2.2 然后你补两个0下去 然后7加0,7,9加0,9 1加2,3,8,6加2,8 然后它会变成8.397 8.397 这样就正确了 OK 然后再加1.397